字幕 作曲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字幕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莫sir 今天会跟大家讲的课题的名字很帅 叫做绝对空间 这个课题 就不在DSE课程里面 是我自己加入的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就可以认识一下 如果没有什么兴趣,都可以不用一定要看 既然课程里面 为什么我又要讲呢 因为我觉得,如果你早点知道 有这件事的话 它可能可以帮助你避免一些 你将来会遇到的麻烦 那绝对空间是什么呢 我就由一个 我读中学那时候 扭爆了头都想不到的问题 我就叫这个问题做 地铁问题 地铁问题是说什么呢 就是这样的 假设你在搭地铁 地铁就在行洗 当地铁要埋站的时候 它就会减速 然后停下 现在的问题就是 在地铁减速的这段时间 你会向前飘还是向后飘呢? 从我们的日常生活经验来看 应该就是向前飘的 为什么呢? 我们可以尝试用牛敦运动定律来分析一下 在未减速之前 你个人就和地铁用相同的速度移动 根据牛敦第一定律 你们两个都会倾向保持原本的运动状态 虽然地铁因为受力而减速 但是你呢 就由于惯性的缘故 会继续以相同的速度向前移动 因为这样 相对于地铁你就向前移动了 如果DSE问你这个问题 而你这样回答的话 那你应该可以拿足了些分析 但是呢 我是一个很麻烦的学生 我就说 喂不是说 我站定定在地铁里面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相对于地铁应该是处于不移动的状态 那么根据牛敦第一定律 我不是应该一直处于不移动的状态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应该不会挖前也不会挖后才对的 那我个阿sir就说 不行的 你想这个问题的时候 就不可以站在一个 会加速的物体里面想的 这架地铁就是一个会加速的东西 如果你站在上面想的东西 那些东西就会错的了 一定要站在一个不移动的地面想 那些东西才会对的 他这样回答我 我就不放弃 然后我就说 下速度这些东西是相对的 你可以站在地面上 说整个地铁向左加速 也可以站在地铁上 说整个地球一起向右加速 那么 为什么站在地面上又可以 站在地铁上又不行呢? 然后我个阿sir就说了一大堆 我忘记了一些什么的东西 那么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 如果你有的话 今天恭喜你 这段影片就是要答这个问题了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如何入手好呢? 首先我要说一件事给你听 如果你想要精准地讨论一个科学问题的话 你首先要有一个精准的方法来描述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不含糊地讨论刚刚这个问题 我们就首先需要认识一个参考系的概念 我们刚刚讨论的是 究竟是地铁在加速 还是整个地球一起加速的问题 如果要拆解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首先要问加速度是什么 之前我们就定义了 加速度是VT线图的邪率 也就是速度的变化 所以我们就要问速度是什么 根据我们之前的定义 速度就是ST线图的邪率 也就是位移的变化 于是我们就要继续追问位移是什么 位移就是我们选一个点叫它做圆点 另外选几个方向定做坐标轴 然后我们由原点开始 沿着坐标轴 度出一个物体的位置 这个度出来的就是位移 那我们就试下回头去看看刚刚的地铁问题 如果我们要讨论地铁上面这个人的运动 我们首先就要量度他的运动 在我和阿sir的讨论里面 就出现了两种量度的方法 我的量度方法就是 将原点定在地铁上面 然后就量度这个人相对于地铁的位移 在我的观点里面 这个人一开始是不移动的 而我阿sir的方法就是 将原点定在地铁的路上 然后就量度这个人相对于地面的位置 在他的观点里面 这个人一开始是和地铁一起移动的 这两个不同的量度方法就是两个不同的参考系 我阿sir那时尝试告诉我 就是如果我们用地铁做参考系来量度这个人的运动 就是一个基本假设 话说牛顿在写他的那本名著的时候 他是将他的理论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之上 第一个是绝对时间 第二个是绝对空间 他用了几板子的篇幅来解释这两个是什么 但是简单来说 我们用来量度物体运动的参考系 是有无限那么多的选择 你可以将你的座标系统定在太阳上面 可以定在地球那里 也可以定在宇宙的虚无之中 按照牛顿的理论 在这那么多的参考系里面 有一个是绝对的 其他那些全部都是相对的 在这个绝对的参考系里面 所有物体都会遵守牛顿的三条运动定理 但是在其他相对的参考系里面 就不一定是这样的 我们就需要分辨一下 究竟哪些参考系是可以用牛顿定律 哪些就不行 怎么分呢 其中一个方法就是这样的 方法就是你要检查一下 在你用的参考系里面 是不是所有的物体都遵守惯性定律 本来不动的东西 如果没有受力的话 是不是全部都会保持继续不动呢 本来在动的东西 如果没有受力的话 是不是全部都会继续直线进行运速运动呢 如果是的话 那你就可以在这个参考系里面 用牛顿运动定律 到了今天 我们就将这样的参考系 叫做惯性参考系 在这一课刚刚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用了地面上滑的类球做例子 解释什么是牛顿第一定律 如果你找一个光滑的地面 在上面滑的类球 你就会发现这个类球 是遵守惯性定律 那我们就知道 地面是一个惯性参考系 那我们就可以在它上面用牛顿定律 另一方面 如果你搭地铁的时候 把类球放在地上 你会发现它不是一直都不动 而是会绿来绿去的 那我们就知道 地铁不是一个惯性参考系 那我们就不可以在它上面用牛顿定律 这个就是地铁问题的解答 同样道理 亦都适用于我们下一课 将会讨论的答猎问题 不过我就留待到时再说 所以 要总结的话 我们从地铁问题学到些什么呢 就是 当我们思考在地球上发生的事的时候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原因 就最好将原点和坐标軸定在地上 就不要定在一些会移来移去的东西上面 例如不要定在车上 不要定在车上 或者不要定在车上 如果不是 你的分析可能就会出错 当然 如果你在更高年级里面继续学力学的话 你会学到一个叫假想力的东西 那时候 你就可以在这些非惯性参考系里面分析问题 但那是之后的事 顺便我都剧透一下 到时你就会发现 其实地面不是一个惯性参考系 只不过物体受到的假想力太小 我们察觉不到 课外知识就说到这里 下一集我们就回到正题 这一课我们讨论完牛敦运动定律 下一次我就会介绍我们身边一些常见的力 那就到时见 拜拜